喜到福到好运到公言为您送欢笑 接下来将来到我们春晚会客厅的这位嘉宾啊 是今年春晚上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演员 而且是这么多年以来唯一一位登上春晚的韩国演员 我已经隐约听到了很多女性观众的欢呼声了 让我们欢迎李敏浩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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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看一次 你好 你知道在中国你非常受欢迎吗 我来到中国的时候第一次发现众多观众们对我非常热情 我当时特别的激动 那我在这儿替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喜欢你的观众朋友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能不能用中文给大家打一个招呼拜一个年 大家好 我是李敏浩浩 新年快乐 说的其实味道非常的准啊 我知道在韩国其实也有春节的习惯 也有这个春节的民俗 那你觉得在韩国过春节和在中国过春节 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吗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如果说春节的话呢 它最大的意义就是 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一起吃一个团圆饭 然后一起过一个非常幸福的时光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中国和韩国其实春节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 那你之前曾经听说过我们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吗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非常有名 我在韩国呢也听说过 虽然说我没有直接地看过 但是我对春晚也是有一些了解的 这次我能够参加春晚 在春晚上面唱一首歌 我想我会对春晚有更深入更仔细地了解 那你这次登上了我们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来到春晚的舞台上呢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非常的开心 但是呢在这样大的舞台上 其实我也是很有压力的 所以说为了给观众们奉献更好的节目 我也会继续努力 为大家共用奉献更好的作品 其实你知道在我们中国的演员中 如果说感到压力紧张的时候 会告诉自己不紧张 能不能请你学一句这样的一句中文 告诉自己不紧张可以吗 不紧张 说的非常对啊 我知道今天上春晚的时候 其实是跟于成庆 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歌手一块来演唱 也祝李敏昊在今年春晚上的表演成功 再次祝你春节快乐 祝你春天快乐 祝你春天快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